天气真的好热 不过要小心了 未来几天特别注意的是 今年第一个会铺台的台风即将形成了吗 明后两天在菲律宾东方海面的热带云系 有机会发展成为第十号台风 叫做麦德姆 而它很有可能会变成 今年第一个直铺台湾的台风 中台雷马逊侵袭菲律宾 至少造成25人死亡 为菲律宾带来重大经济损失 雷马逊的长浪开始影响台湾 包括西南沿海 同城半岛 澎湖金门 东半部和绿岛蓝宇 都要特别注意安全 而菲律宾东方海面上又有热带低压 有机会形成第十号台风 往台湾靠近 它可能会开始移入 比较有利于它发展的环境 我们不排除它会有发展成为一个台风的可能 一旦形成可能直铺台湾 成为今年第一个清袭台湾的台风 大概十九二十号以前 它还不至于对我们直接造成影响 那如果它真的要靠近过来 可能也是下个礼拜开始 最快周五周六台风就可能形成 未来几天 全台各地还是晴冷炎热的天气 南部午后会有局部大雨 还要注意瞬间大雨 雷击和强震风 记者综合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